还没有拿到球被扒掉 这个比较可惜 剩下五秒钟 狗王队有不错的机会 洪凯杰其实可以投了 再给小胖 时间有一点只不过 被小胖投进了巴刺比特 小胖的巴刺比特 这波打得太有耐心了 洪凯杰 以及洪志善 这双红啊 在第二节贡献了三季三分球 没错 尤其是洪志善 仿佛让我们回到了2013年 雅锦三的上半场 对 中国队 他在板凳席上 今天上来拿下了五分 所以上半场打完 国王队是47比43 领先对手四分 一分钟 我现在上去 顶着 当有其他人的表面 赢 在那里面 赢 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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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进区球员的轮替 前两节也许工程师还可以定 但是星巴的体能其实你不要忘了 除了他三次犯规之外 他在前两节消耗非常多的体力 比赛剩下最后二十几秒了 全场国防队的观众都站起来了 在二连败之后 国防队要迎接他们在这个系列赛主场的二连胜 今天是面子跟李子都赚了 因为队史第一次主场的满座 我想商品应该再卖一百万应该不是问题了 今天可能超过 对 最重要的是他们拿下的胜利 甚至还有这个晋级总冠军赛的机会 没错 97比77就是最后的比分 当然最后谁能够挺进冠军赛 就要在星期二才能揭晓了 因为星期二将会是这个系列赛最后最终战 第五战 那到底是国王还是工程师 能够挺进季后赛 我们可以从四节的得分看出来 最大的关键可能就出现在第三节 三十一对十四 那国王队连续两场球 他们在第三节得分超过了三十 那系列赛前两战呢 他们只有一节得分超过三十 那就是在第一战 当时Q打先发时的第一节 所以把好的留在下半场 那这对国王队来说是重要的 是 是